大家好,好久不見 안녕하세요, Yonimito 今天呢我是要拍一個就是 我自己準備了很久 很久,應該也不是說準備了很久 就是我自己非常期待的一個影片 11月的時候有一個節日 大家都會趁那個節日去購物 因為在那個節日購物的話 會有非常多的折扣 那我這一次也趁著 11月的這個節日就是 雙十一 雙十一這個節日呢 我也買了非常多的東西 對,我雙十一買了什麼東西 大概有八樣 七樣是我買的,一樣是禮物 收到的禮物 對,那我等一下會一項一項的 就是 介紹給大家我到底買了什麼東西 對,那我現在來 介紹一下我的第一個 戰利品 我第一個戰利品 因為呢,我收到包裹的時候我都還沒猜 想說要在影片裡面跟大家一起開箱 這樣才會有那種 驚喜感嗎? 對,期待感 就是我自己買東西 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長怎樣 然後我想要跟你們分享 那我現在來猜一下我的第一個商品 它呢,是一件黃色的針織衫 我本身都是帽T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邊有一個小熊 超可愛的 我覺得它很漂亮 然後呢,雖然說它是短板的 它的話原價是這樣子 原價是四萬六千塊 那這次的折扣 我記得我買的時候結帳是三萬多塊 我忘記正確的數字是多少 但是就是折了差不多台幣快 快兩百多塊吧 就是我覺得雖然折了不多 但是也不錯了 我現在換上這件衣服呢 然後我覺得它 它會讓我想買它的 一個小細節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它這種小小的logo 非常的可愛 大家有覺得嗎? 還是只有我自己這樣覺得 我其實平常很少 嘗試穿這種顏色的衣服 那種金額木黃啊這種 那再來就是第二個商品 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 第二個呢 也是一件針織衫 好,那我買的這一件衣服呢 它是韓國的一個牌子 叫做man booth 它這次有給這個耶 就是lottery 就是抽獎券 然後刮開的 他們家的衣服真的很貴 所以呢 我這件衣服其實是想了很久 我才決定到底要不要買的 我就是放到購物車又把它刪掉 放到購物車又把它刪掉 因為我真的覺得太貴了 真實模樣 是不是這樣看就覺得很可愛了 顏色就很可愛對不對 它的顏色真的是太 cute了 太可愛了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是覺得說 我不買一定會後悔 所以呢 還是買了 一樣也是這裡有個小logo 這個logo就是很深得我心 我每次都會被這種 很無意義的小logo吸引 然後顏色的話也是非常的可愛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介紹下一個 我買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我跟你們說 今年韓國的秋天 因為往年都是穿長版的羽絡 但是呢 今年很流行羊毛的外套 不然就是短羽絡 但是因為我已經有兩件羽絡外套 我就覺得 那我要買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那我要買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不要做 再也不要是羽絡外套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羊毛外套 是我第一次買這種 那麼 cute的外套 你知道嗎 這件這件這件 很厚喔很厚 我很喜歡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折扣打得非常大 這件羊毛外套呢 它是可以雙面穿的喔 它這次買還送一個口罩 喔 這個款式其實韓國路上很多 但是呢 我個人不喜歡那種很劣質的羊毛 這是摸起來有點塑膠 塑膠不然就卡卡的 我很討厭那種羊毛 我喜歡摸起來很舒服的那種 貴一定有它的貴的原因 所以呢 材質應該會是比較好的 況且它原價真的超貴 是因為它剛好現在打折 我才願意買的 不然我根本不買 沒錯 它的羊毛是好的羊毛 我真的超討厭塑膠感的那種羊毛 那這件羊毛外套呢 它不是 怎麼了 它不是長版 它是短版的 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看得出來嗎 短版的 羊毛外套 對 因為我有時候不喜歡穿太 是怎麼一回事 我就把它掛回去 塞毛咪 等一下 家裡太小的時候真的困擾 你們知道嗎 還好 我快脫離這個家了 那這件外套呢 我現在馬上就試穿給大家看 我很喜歡它 就是剛剛講過嘛 因為 因為 是什麼 因為它可以雙面穿 對 那它裡面呢就是這一種 防風材質 然後呢 領部的部分 就是因為它是可以雙面穿的原因 一般我們這樣穿的時候 它的領結外面是這種 防水材質 但如果我們看到 防水材質這一面穿的時候 它的領結外面就變成羊毛 就是這個設計棒的 有特色跟很特別 因為它很厚 這有很可愛嗎 是看起來很肥 會很像羊 但是 就是這樣才保暖 你們知道 韓國今天就是預報說 今天半夜可能會下雪 11月21號 因為往年的 下雪的時間也都是平均 在11月21號這一天 那它這一邊呢 大家看到 很可愛 它只有one size 對 它沒有尺寸可以選 然後它可以拉到最上面 然後它的小重點就是這裡 我覺得 這邊有個口袋 然後進去 也是羊毛 然後呢 口袋的話 口袋 口袋裡面也是羊毛 原價是 153000 大概是4300塊台幣左右 非常的貴 但是呢 它的打折 打到多少 你們知道嗎 差超多 大概是1 3分之1的價錢 雖然說韓國路上很多那一種 跟這長得一模一樣 但它的材質真的很差 那個羊毛好像拿來擦地板的毛 你一點都沒辦法穿在身上 就是很塑膠毛 然後那個毛磨到臉會很不舒服 但這個磨到臉絕對不會不舒服 而且這一個 讚 再來呢 下一個是我 這個是我覺得買到最最最最最最滿意的一個商品 因為呢 大家都知道 Carhart這個牌子呢 是非常的貴的 然後這次剛剛好 它就那麼剛好地打折了 所以呢 啊 我現在是MARK女孩嗎 全部都是Tag欸 剛剛好打折打得非常高 那時候我看到馬上下單 Carhart的包包 我買了一個後背包 大家還記得 我去年去歐洲畢業旅行的時候 買了一個一千多塊的Snipe 後背包 它放東西的地方沒有那麼多 但是它整個包包是很軟的 很不硬 然後我帶電腦去時要上課 很容易把電腦敲到 因為它沒有辦法很保護到我的電腦 它又太軟 然後就從椅子上掉下去 我整台電腦掉到地上 我真的好幾次才能哭出來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買一個比較硬的後背包 我東西不會那麼容易掉到地上 或是說讓它受到傷害這樣子 Carhart他們這個牌子的包包 很經典的顏色就是那個 塗咖啡色跟這個黑色 但是因為我本人是一個 非常容易把東西用髒的人 所以呢我最後還是選了黑色 但是我覺得那個塗咖啡色 超好看 它是長了一個這樣的後背包 那它這邊有一格 這邊有一格 加上它旁邊兩側有這種網狀的 網狀的地方 所以呢你可以放水啊 或是一些小東西 所以我覺得很方便 那再來呢我們看一下它這個格子裡面 它這個只是比較普通的 就是這樣子而已 對 只是一個可以讓你放小東西的地方 那下面的話呢 這一格呢下面的話是長大的 是不是很優質 這邊可以放你的行動沖 然後這邊呢可以夾一些可能筆啊 或是什麼的 比較好找 那這邊裡面還有一個可以放 還有一個可以放就算囉 它裡面還有附上這個 讓你可以勾東西 所以今天如果你AirPod 要勾 啊你外面沒有地方勾 那你就勾在這個裡面 對 那你到時候要拿的時候也比較方便 你不覺得有一個包包 那麼多的設計 讓你可以放東西更便利 這個包包就是好的包包嗎 我是這麼覺得 我覺得這個包包機能性很好 所以我才想要買 再加上我們的包包不是很容易 可能出門的時候不得已 真的沒有椅子可以放的時候 你就會必須放在地上 然後我那個包包就是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可能學校 這些門課的人太多了 我們平常都一個人用兩個桌子 就沒有位置可以讓你一次站兩個位置 他們的缺點又是 它那種椅子跟桌子是一體成型的 然後那種空間就會很小 加上冬天如果你穿羽絨外套 你又要放包包在椅子上 然後你又要穿羽絨外套 然後又卡在中間 然後我本身體型又是比較大一點的 坐那個椅子我就已經覺得很不舒服了 我又穿羽絨外套 然後又背一個後背包 然後後背包裡面又有兩三本很厚的書 跟電腦 我就覺得說這位置真的是 太小了 然後包包就不得已一定要放在地上 然後那個地上又很髒 但是呢它的好處是 它的底下是這一種皮的 大家看到嗎 這種皮的話呢 你就不擔心說難清潔 哪個濕紙巾啊或是什麼擦乾淨 這邊的髒物就都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原因之一 然後加上呢 你看它們的特點嘛 就是這裡背的地方也是有可以讓你這樣子掛東西的 裡面呢也是非常的好 好 因為一般的包包就是只有一格放電腦的地方 但是呢它不止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我那麼愛這個包包就是這個原因 可是我覺得唯一一個缺點就是 它的拉鍊比較 旁邊的這個地方 拉鍊只到這 所以你沒辦法再拉更開 然後放東西進去 但這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東西比較不會掉出來 我是這麼覺得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麼覺得 我怕我講了就是大家覺得 你講屁話嗎 所以 所以我才是強調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而已 對 然後它裡面呢 就是這樣子 很漂亮 它們的logo 然後呢 拉開 這邊有一個小格的 可能是放一些 資料 就是紙張的資料那種 然後課本可以放外面 然後這一個 格間的地方有加厚 有加那個 墊子 所以呢 電腦放在這邊的話就會比較安全 加上它這裡也很厚 所以基本上啊 我覺得 放在這邊的話 電腦就真的 不怕說會 容易摔傷 那 來跟大家講說 我買它的原價是多少 原價是 16萬9千韓幣 然後呢 它打折 當天 雙11當天打折 下來是 6萬9千塊的韓幣 我就覺得這太 不買不行啊 再來呢 就是鞋子 因為我家後面有一個 Olet 叫加三樹莓園區 然後旁邊是有好幾個Olet 什麼 樂天啊 現代啊 還有 瑪利歐啊 這三個Olet是最有名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叫 WMODE 我這雙鞋子就在WMODE買 VANS的鞋子 我為什麼會買它呢 我不知道它在台灣 較前代到底多少 因為我知道台灣近年 最近 VANS的鞋也越來越貴 大概一年沒有買鞋子 本身連高跟鞋還有鞋子 都沒有的人 我就是都穿運動鞋跟休閒鞋 那這雙鞋子我會買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覺得 它的配色太好看了 但是跟它同款的別的配色 就差了 600塊吧 還是500塊 但是我最後還是選這雙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顏色真的太好看了 它原價是7萬9千塊 韓幣 大家給看一下 Olet的話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都不是新款 都是舊款的鞋子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 不太新不太舊 不過很好看的那種東西很多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逛了VANS 逛一逛我就看到這雙 超級美 我那時候想說 怎麼還有那麼漂亮的藍色 大家看得出來嗎 然後 當時的打折的話呢 是4萬2 4萬2韓幣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值得啦 因為 一千出頭 買到那麼好看的一雙VANS 你覺得 這雙我的戰力鞋 好看吧 我自己覺得很好看喔 我很喜歡 沒錯 那這就是這雙鞋子的部分 再來呢 就是到我的化妝品區 化妝品呢 有一個是我收到的禮物 一個是我自己買的 對 那我先來介紹我自己買的好了 這一個呢 是我很久以前就一直很喜歡的 氣墊粉餅 但是因為它好貴 所以我一直買不下手 之前更貴 然後現在比較便宜一點點 就是它的賣價 新款出來之後賣價比較便宜一點點 LUNA的氣墊粉餅 那 我很想猜給大家看 但是我捨不得 拆開來的話 我就覺得好像用了它一樣 我想等我手邊的東西用完 我才想要拆開它 那它的話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一般的氣墊粉餅 不是壓那個墊子嗎 然後擠出那個 那什麼 粉底液的那種氣墊粉餅 但是它不是 它是高霜狀的 然後你只要用你的氣墊去壓它 對 就可以刮起那些 放在臉上 現在已經有很多 也是做這種的 墊粉餅 但是剛開始 兩三年前我用它的時候 它剛開始只有它一個人這麼做 然後在韓國的美妝節目 標榜說因為它的 保濕含水量非常的高 甚至那時候 紅到我們台灣的那個 女人我最大也有介紹它 還有人是做過試驗 就是你用那個刮刀去刮它 它是可以刮出水來的 就表示它的 含水量真的很高 那加上我個人的皮膚 是非常的乾 所以我真的很需要 很保濕的氣墊粉餅 像我前陣子十月喔 都還沒開始變甜 我化妝就已經開始 就是脫皮了 所以我的皮膚非常的 真的是乾到一個不行 大概很像那種沙漠的 地板的那種材質 再來呢 就是它的這個 concealer遮瑕液 那它的話也是就是 那種管子打開 然後這樣點點點點的那一種 這就是我很愛的牌子 LUNA 剛剛好那時候 他說買 買一滿兩萬還三萬的時候 有送那個 pouch pouch是中文是什麼 小包包嗎 然後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就是 有送一個各種小包包 然後這個小包包 是可以放氣墊粉餅的 然後它上面還有logo 就是LUNA 對 然後剛剛好就是它們 氣墊粉餅的大小 很可愛對不對 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就是 它不是我自己買的 它是我參加它們 instagram上面的活動 然後 好死不死就搓中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都那麼幸運 像之前 A-Land 對 那時候我也是去參加 他們instagram辦的活動 就是分享啊 然後 tag 朋友 然後留言啊 什麼的 那時候就抽中我了 他們的盒子 NS-Free 然後裡面就是 有一個這個 就是謝謝我 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 恭喜我拿到他們的商品 那 我記得獎品就是兩罐 綠茶子精華 打開給各位看 這個應該很多人用 不需要我推薦吧 這個 不管到哪裡 一堆人買 茶子精華 很可愛 那化妝品的部分 就到這邊啦 接下來呢 就是最後最後 一樣商品 就是我剛剛 開頭的時候 穿在身上的 那一個 care bear的 韓國的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這一家衣服店 所出的 睡衣 跟care bear 是聯名 那他們家 除了這個睡衣 還有拖鞋 那拖鞋的話呢 我昨天才去買 結果沒想到 我想要的那個顏色 已經沒有我的尺寸 它就有分 S跟M 然後S就是女生角 M就是男生角 25到26 那真的太大了 原本想說 沒有S的話 那我買M好了 後來我試穿那個M 真的是 OMG 絕對不能穿 那個在路上會一直跌倒的那種 所以呢 我還是就決定 就等過陣子等它補貨 我再買S號 那這一個睡衣呢 它就是龍毛的 它除了有粉色的話 還有紫色 粉紫色 然後呢它其實也不便宜 它大概 39900韓幣 也是1000多塊 真的很保暖 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也是這種龍毛 外面也是 外面的可能比較厚 現在很冷喔 外面大概2度吧 然後我剛剛在家裡 窗戶開著喔 然後穿著這個 然後準備要拍影片的東西的時候 我竟然流汗了 超級驚慌 我想說我現在是流汗嗎 怎麼回事 我妝剛化好 我等一下要拍影片 我竟然流汗 褲子給大家看一下 褲子也是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很矮嘛 我153公分 我比較胖一點 所以呢我就必須要穿寬一點的 只是 如果你是Care Bear的謎的話 一定要收藏的一件睡衣 那大家覺得我今天這樣介紹下來 我的商品 我在雙十一寫拼 大家覺得怎麼樣 就是有哪一項你覺得 你買了 瘋了嗎 這樣子就是 幹嘛買這種東西 還是你覺得我 就是這次買的商品 就是 就是完全買得很好 就想聽聽看你們的意見這樣子 你們有沒有覺得哪一項是你們 看完影片之後你們最想去買的 或是你們最喜歡的 對 就可以留言跟我 聊 跟我分享 這樣子 因為我很好奇大家 就是覺得我買的這些 到底是廢物 還是好物 你知道嗎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這邊 就是分享給你們大家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幫我下面留言 或是按個喜歡 然後分享出去 然後時刻這麼久 我們又透過影片相見了 就是以後的話 影片大概就是會 以我自己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為主 不一定是以韓國的部分 因為畢竟我要離開這個國家了 對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啦 如果喜歡 就像我剛剛說的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是留個言給我一些鼓勵 跟我聊聊 讓我知道你們 對我現在的頻道的想法 或是說 希望可以做一些 什麼樣的影片 對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囉 安妞